我們看著蔡總統 現在這是要拚他的 連任大業支持 這三年半來的政績 有些東西要繼續延續下去 但什麼政策要延續下去 像綠能的這種產業 就要繼續延續下去 但綠能的這樣的工程跟產業鏈 其實不得了 這背後其實可能有許許多多 一些黑幕 讓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可能沒辦法全面了解囉 師弟剛 我們都知道台灣 現在如火如荼在推綠能 蔡英文總統最近也跟喜鹊一樣 每天在告訴我們一些 滿奇特的好消息 比如說他今天又去了 這個所有的我們的海洋風電 正式商業規模離岸的風電 這樣的運轉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典禮 然後說台灣正邁向綠能國家 成為亞洲綠能產業先驅 未來要進一步成為 亞洲綠能產業發展中心 聽起來還不錯 聽起來還不錯 亞洲的綠能產業發展中心 是 但民眾聽到這個東西 真的會很有感嗎 其實搞不好是有感的 真的嗎 因為感受到黑影床床又出現 因為很簡單 我們最近發展跟綠能在一起的 好像都是一些怪事情 這個公司叫鼎申 就是鼎申搞了半天 你知道我們的行政院 經濟部都來幫他背書 結果傳出是根本 假鈣電廠珍吸金 至少80個人受害 不法所得超過2億 這個案子到現在 還沒有審 還沒審 可能看起來應該是要拖到明年 才會去做審理 等連任大業之後再繼續 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是很糟糕 這些不只是這80個人受害 還有其他的 我們很多的 這些太陽能產業 或是這些綠能產業 它到底真真假假 民眾到底如何分辨 實際上我們也都知道 台唐之前就因為 我們上個月才講過 它在屏東這邊的林地 因為說要配合所謂綠能發展 就直接去重電 就把這些林地的直接把它 要去把它改成太陽能發電 然後不只是這些地方 你知道我們2015年 有通過濕地保護法 可是為了要配合這個綠能產業 他們現在也把雲林 宜屋這個農場的濕地這些 全部給它轉成 他們已經達成協議 跟內政部協調之後 這些濕地也不要 直接把它拿去做這些 所謂的濕能開發 也要去變成太陽能電廠 這樣子的搞下去 我們的環保到底難道就 面對這個濕能就不重要 而且我們都知道太陽能發電 其實對環境是會污染很大 這次日本颱風的教訓 當然沒受過 然後你會覺得發言很奇怪 為什麼他們這樣如火如荼 都要去推這個東西 難道他們真的是 很期望能夠發展綠能嗎 其實未必有 應該要延續他們政策吧 搞不好他們是要發展綠晶 什麼綠能還有綠晶出來 你看綠電現在商機越來越大 比如說台電有一個子公司 台氣電 台氣電現在自己也在賣綠電 它成為全台首間 同時發電又受電的集團 然後發電又受電 它甚至跟臥序 也就是國外的這個廠商 他們現在簽約了 變成他這個 離岸風電的路上的這個電廠 這個變電廠 整個工程由他們包下來 光這個就70億 這個70億中間 你看多大 實際上你從阿扁當年執政的時候 你就可以發現 他們在很多中油 台電 台湯 或是這些地方 他們在陸陸續續成立了 一大堆子公司 成立子公司到底要幹什麼 我跟你講成立子公司有兩大好處 什麼好處 一個好處就是我很多子弟兵 你這麼多子公司 我是不是可以塞進去 有位子可以安排 是 我覺得一大堆位子 可以放我自己的人 然後放我自己的人 條件當然就是其他那些 有泛藍背景色彩或其他的 我當然就擋架 不會讓你進來 再來這些因為都是子公司 所以他不會接受監督 你監督不到他了 所以他在裡頭要上下其仇 要去賺錢 你拿他一點折都沒有 實際上這種放子弟兵下去 做這些事情的 綠營一直都非常的會 比如說有個叫林君豪的 中油公共事務 公共事務專案辦公室的 這樣的一個主任 你知道嗎 他在中油裡頭叫什麼你知道 叫地下董事長 為什麼變地下董事長 因為據說他什麼東西都管 包括跟廠商怎麼聯繫 可是他位子平不高 對啊 好像只是個辦公室主任 也沒什麼了不起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人家是來監軍的 人家後面有人 因為他是賴清德的子弟兵 所以據說他什麼東西大大小小 全部都管 連董事長的車怎麼調派 都由他來調派 這個權力大得很 另外一個叫邱明哲的 本來也是經濟部這邊的 一個辦公室主任 然後後來他在經濟部裡頭的 主要任務就是要去監軍 你們要發展非核家園 要去做這些綠能產業 現在又調到台電去了 據說台電 所有人都知道 他擺明就是來監軍的 你們就按照我的督促 年紀輕輕的 一個月他的薪資也是比照 十三職等 副處長等級 一樣在那邊監軍 對 所以你看這些好處 這多多益善 所以他們努力去發展這些東西 到底是為了人民 還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得利 但是我們很憂心的是 這恐怕會變成一個大錢坑 你知道最近這兩年而已 才單單兩年多的時間 我們的綠能債券大爆發 你知道現在已經700多億了 這麼多了 是 總共有四家銀行 來發行這個債券 臥序現在也是被引進之後 他成為第一個 在台灣發行外商債券的 外商綠能債券的 這樣的一個公司 這樣發下來之後 你要知道這些 全部都是無擔保債券 無擔保債券會發生什麼事 你知道嗎 意思說出了事情 對 就是如果這個 產業發展得很好 那OK 大家賺錢 沒話講 如果發展不好 那就沒了 我們都知道 風電 太陽能 產業 都是風險非常非常高的 一個東西 我們現在很快 就要突破上千億了 到年底就破千億了 對 你全部都壓在 在這個地方 那請問一下 這個未來會不會又成為 銀行呆帳的一個風險 有話 我們現在注意到一件事情 綠能產業現在這時候 蔡英文非常的重視之外 今天這個首座的離岸風電 海洋發電的這個啟用典禮 蔡英文也去參加了 而且還說到 台灣正式邁入了綠能的國家 成為亞洲的綠能先驅 不過現在進一步要成為 亞洲綠能產業發展中心 民進黨現在對於 這個綠能產業的發展 他非常的積極 為什麼 因為他最主要是真的是綠能嗎 還是中間的那綠金 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先講綠能好了 綠能現在不是不能發展 但是就民進黨的角度 你來看的話 這個中間有太多灰色地帶 綠能我已經講過很多 我現在我就講風力發電 太陽能發電我過去講過 我就不講了 我現在講風力發電 各位你要知道 台灣有很多的風力發電 如果你從台中縣 從台中 好 應該講從苗栗跟台中的交界 一直到彰化 各位去看 他那個風車有沒有在那個轉 我告訴各位 我曾經去過多次 經過實地勘察的結果 我發現 包含冬天 東北季風強的時候 這一些風力發電 所謂的風力發電 大概有三分之二 沒辦法運轉 如果各位去看他的廠牌 你很多廠牌是當年買的時候 都是二三流廠商 那現在很多廠商沒有了 第一個 你維修怎麼辦 你說機器掛了就不會動了 機器掛了 那你就不會動 第二個 沒有零件 好 或許原廠商引金 賣完了 他就走了 請問 那你如何維修 一個機器 一個維修 再加上一個零件 那現在的問題出在哪邊 風力發電 我可以直接了當講 是由新潮流引進 新潮流他最新試驗的地區 就在現在的台中線 就是台中市 過去的台中線 那從台中線到彰化 都過去新潮流都有執政 那問問當地的政府 地方政府問問看 這些風力發電 請問過了二十年以後 誰能夠修理 誰能夠拆除 誰能夠把它維修完成 所以我剛剛講的第一個是綠金 第二個就是風力的弊端 現在已經出來了 我已經講了很多次 現在又要延伸到雲林去 從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發現 民進黨在發展這個政策的時候 是居心勃撤 想要自己一把抓 抓了以後 當做一個什麼新潮流的基金 俊仰 我們看到現在蔡政府 大推著能源的政策 可是韓國瑜就說到 光這個風力的發電 就要花到兩兆的經費 如果把這筆錢用在年輕人身上 不是很好嗎 可是就現在這時候已經要選舉了 選民看在眼裡說 兩項比較之下 哪一個東西對選民會比較有感呢 如果選票考慮 當然是投資年輕人 選票的考慮 台灣因為有一個 非核家園的一個目標 我們必須要替代核電 而且現在大家對PM2.5的要求 空污的問題要求是非常多 所以如何去汰換或是取代污染的 這些燃煤的電廠 這也是當務之急 年輕人的投資 基本上這雙軌是不需要二折一的 它可以同時啟動的 所以年輕人的這個兩兆投資 甚至二十兆投資 我覺得都不為多 對人的投資 畢竟台灣未來 在國際上今天就靠人 不是靠你的什麼天然資源 而是靠人 這個風力的問題 它是一個勢必 民進黨執政勢必要做的一個 綠電的一個大的一個結構裡面 必須要去推的 離岸封電或是岸上封電 這個部分的投資 有沒有達到那麼大的一個 所謂兩兆的一個投資 經濟部在2018年的4月 今年是2019 也就是說去年的4月份 就已經在韓市長接市長之前 都已經公開說過 台灣的離岸的封電 離岸就海上的 這個封電的投資 大概是9600多億 9600億 而不是兩兆 而且這個投資也不是政府投資 不是政府邊預算投資 所以這個是引進 所謂的國際的團隊投資 這個國際團隊的投資 是不是有派系的問題 是不是有一些所謂政治利益的 這種非法的這種 go down的問題 這些我主張 大家的這個質疑是這個樣子 我主張這個就應該要公開透明 而這個特別是有政黨背景的 就應該要評出 不應該參與整個這個過程 你說派系如果拿這個東西 來國家政府的一個 這種發展的政策 那麼來作為它一個派系的發展 這個你這個政黨 勢必就被人民唾棄 所以這個是一定要防避的 沒有像韓市長所說的 兩兆的投資 這個早就已經澄清過 我希望大家這個綠電 到底韓市長如果有機會 接總統的話 他要怎麼做 他也必須要去講清楚 民進黨的這個做法就是 我們必須要完成 2025的這個 所謂的非核家園這個目標 民進黨現在想拚綠能 我們並不能說他不好 但是也有綠營的委員 他們就在說 現在想充綠能的成績單 而搞到最後胡搞瞎搞 你想想看 現在這樣子 所有的庶民看在眼裡 大家不就會反了嗎 可是看到這些綠能的東西 你是看得到而吃不到 現在這個時候 連肚子都吃不飽之時 哪有時間去管綠能 事件也很奇怪 古早人在說 金棒不好洗 金雞不好打雞 為什麼民進黨一直處心之力 一直處心要積極進行綠能 這件事 這是八成最大的準儀點 所以我再來在說 這兩條的來源 價值來源是對的 鈍古電車的問題 鈍古電車 這是跟民生有關的 這塊是完全完全沒有要稍微 我們今天吃一道電 給你台電買一道電 兩塊八粗油 兩塊八毛錢 那現在他鈍古電價 他已經有跟人家合約的 前十年是七塊多 那後十年的可能就是三塊多 這樣平均電價五塊多 那現在這個八成的事不夠不清楚 就是你跟人家賣七塊 你到底是要賣幾塊 這個時候是不是要這個政府 非和家也我們贊同 我們都認同 我們都尊重 大家都有這種共同的事物 大家都是要換在安全的環境之下 但一個戰地要付出 多大的事情 七塊這麼明顯的事情 你跟人家合約就是這樣 這到韓國瑜動算了 一樣要再面對到這個問題 這讓我重啟 想說我還想到合適的問題 改好了 我這個拍攝又放進來 到將市都種了 台東的紙本額要多少錢 台東的紙本額多少 像客市的花多少錢 很矛盾的東西 最常是越說越清 最常是越說越明 我們要知道 你如果要七塊我的電鍵 你要付我們金額 不要把錢要對回來 今天投資者不是小的 不是空的 你跟我合約要七塊我 說到時候 我要給你花三塊就兩塊 三塊 兩塊就兩塊嗎 不可能 投資者一定會生存本不會費 這告訴我也是一樣 這是一個很存在的事 這是政府 你要撒任何政策 都要面對的問題 包括買F16分析也一樣 賠償信仰不信仰 F35的洛克斯德馬丁公司 跟你說一隻幾元 23億到24億 結果你只買F16 一隻幾元 37億一隻幾元 一隻幾元 15億 七十六億 這些錢你也是要交代給清 就算是交保護費 就算是交保護費 你也要讓這些百姓知道 我們必須這麼做 必須要付出這條錢 美國才可以保護安 相當代價的問題 八成說會成正論文明 八成當然大家接受 歡喜感恩 對 但是有一次 進有一次就是比較嚴重的事 說你說不成正 八成要了解就了解在這裡 至於立電的問題 我們不反對 但是有一個情況 我希望民進黨你要注意一下 我畫一張簡單 畫一張圖給你看 這個小孩有四個禪 這個中的禪 這個小孩有四個禪 中這區正立電 會不會在政策 幫會 幫會了 沒有辦法去做 幫會 因為它底下已經有基座 基座一定幫會 幫會可以 生的幫忙 生的 有的 但是旁邊這三家 三家要做的 怎麼 是不是就比一家影響到 這個問題 你們說要保護農業 保護你頭到那一天 保護農業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時候 的離岸封電背後的利益 可是非常龐大 可能有上千億 可是在去年的九和一選舉的時候 包含了公投案 也都通過了說 現在要以和養綠的 這公投案都是過關的 但民進黨政府現在這時候 根本不理會那公投的結果 大推這個風力的發電 難不成現在這時候 已經分配好了一些利益 而不能動 那如果說 韓國瑜真的當選了總統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去追查這些 背後的一些利益關係 這些利益到底有沒有辦法追 當然這當中 到底有沒有潛藏在利益 為什麼明知不可行 卻又硬要作為 而且這些 他們都已經簽好合約了 也就是說老百姓的肉 都已經被割了 我們再看 蔡英文在這幾年 倒行逆施 離京叛道 刻意的去操作 中美之間的衝突 真的是想要為台灣 而去獲取當中的利益嗎 我倒認為是 這當中有沒有政黨利益 或者個人利益 跟美國買這些軍火 當然我們有必要充分 這個要有必要充足 我們自己的軍隊 但是我們看到了 飛機要不就買得比人貴 他卻又把它買了 這當中為什麼又一定 非得這麼作為不可 這到底是為了台灣的利益 還是為了政黨的利益 我想我們還要再被 繼續欺騙下去嗎 我只是覺得說蔡英文 這個人她的個性 我覺得說本身就是一個 很奇怪的一個人 他這種愛恨讓人 特別的覺得說 會把台灣真的是給拖累 你看他為了要清算國民黨 這個已經搞到 甚至於連1.124之前 他們都自己承認說有東廠 你看他們為了要安排自己的 這一些 我想連我們俊義兄都在講的 新潮流確實是很過分 而且真的是到吃相 已經讓全民所不能接受了 他們檢討了嗎 他們並沒有檢討 所以你說這個政黨 你說讓他繼續下去 台灣還會下一 明年會變什麼樣子 大家還不覺醒嗎